我从小生在了一个中国的东北 黑龙江有工业 辽宁有工业 中间一个250 就是农不农工不工的 最穷的东北三省 又没文化 啥也没有 还去了一个叫吉林省 潘石县 红旗岭镇 大领子大队 赵家沟村 你说就差把我放地球里边去了 回到山东老家 山东省鲁西是最穷的 山东省申县 古城镇 蛇丽四乡 西朝营 是中国最穷的山东省的鲁西 县镇乡村 但我所有一生的幸运 所有的幸运 就是从悲惨中长出来 我特别我觉得 莲花说 这个词我不敢当 但我看莲花说 写莲花说 我就特别写 就是我的弟弟 我从开始张嘴改变了我家 但是我家为此付出太大 八弟的死亡 母亲的气死 哥哥被抓 一家人被抓 而且我一次次给家里惹事 就是个不是省事的灯 就是我的所有的一切 也来自于此 最后是我们家人的生命 鲜血和失去自由 纠正了我 没有让我离开 我应该有的方向和目标 我认为我生来就是灭工 没有任何事情让我这么快乐过 这么认真过 而且我从小的成长 就是围绕两件事 就是与强者做斗 我一从生下来懂事 就是匡扶正义 除霸乱凉 就是我那个时候的成长 和今天 我今天所存的事情 只是个放大板而已 从来没有觉得 这个旁边有任何让我恐惧过 从来没有害羞过 从来没有害怕过 从来没有觉得有对手过 到今天 终于在地球上整出了动静 只要是这个敢挑战鞋割事 就是我们爆料革命新农的 感谢观看